2020年大家都受到疫情的关系 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位在受风向的立川渔场 今年特别以东方的伯利恒之心 作为圣诞主题登视 希望能够让游客有家的温暖和热闹 而这个感恩的月份中也祝大家圣诞快乐 每年立川渔场园区圣诞主题登视 一直以来都是立川企业 将企业文化转化为实体布置的重点舞台 而今年受到了疫情影响 国旅游客激增 来往花冬的旅客也变多 为了感谢民众与政府在防疫上的用心与配合 使得台湾为国际间的防疫之优胜 所以今年的立川园区圣诞主题登视 就以星光走廊为布置重点 我们立川的园区圣诞主题登视 一直以来都是立川的企业 将企业文化转化为实体布置的舞台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国旅游客激增 来往花冬旅客也相对变多 非常感谢民众跟政府在防疫上的用心与配合 使得台湾在国际间成为防疫的自优生 所以我们今年立川园区 以圣诞主题登视 就以星光廊道作为一个布置的重点 让每一个东游的旅客 一踏进立川的场域当中就是明星 那也象征着指引东方的伯利恒之心 让各界都能够重新挖掘东部的美丽 然后立川还有将更多有趣的活动和美食 也等着你们大家来发掘 那冬天的日照时间很短 傍晚的时候圆缺廊道灯光呼应远景的时候 希望游客能够有家的温暖 热闹而且温馨 在这个感恩的月份里面 我们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象征着指引东方的伯利恒之心 为各界都能重新挖掘东部之美 立川还有更多有趣的活动与美食 冬日的日照时间最短 傍晚时的园区廊道灯光呼应 东方的伯利恒之心 带给游客浓厚的圣诞节 温暖热闹 温馨的新年快乐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导 突然 была一个月 Sew 末 表 与美食